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主题1里面的第二位分享者 在大陆曾经是贸易公司的董事长 为了家庭为了孩子 远从沈阳然后来到了台湾 一杯莲子一杯艺人 成了养家糊口的主要来源 18年的品牌坚持经营了不少的涛客 入境成功的完成了品牌注册 那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创业故事 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李宏 尊贵的各位嘉宾各位领导 各位新移民的姐妹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开心 非常荣幸能受到休音理事长的邀约 能参加这场盛会 而且邀请我第一次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非常感谢 那我也非常开心 今天有我的妈妈女儿也在场跟我一起分享 非常的开心 谢谢大家 那我先做自我介绍 我是莲子轩东坊的负责人李玉宏 那我是一个地道的北方人 我的家乡在辽宁省水阳市 那来台之前有自己的公司 有自己的专卖店 那我们是经营物质品的 后来在22年前 我带着5岁的女儿来台湾定居 那时候是想说 住满两年呢 就再回去我们家乡水阳呢 继续生活工作 但是没有意想不到的是 就是一年之后 就是先生在大陆的生意转头去失败了 所以他就也回来了台湾 那不得已就为了挽救家庭嘛 为了一家人的生活 那我就义无反顾的承担了起家庭的 各种生活所需的责任 但是就是从那时候 就是早出晚归的工作吧 然后小孩也很小 也照顾公婆 虽然是一直辛辛苦苦 经历历历的工作 但是大概最后婚姻还是以 就是 也是最后还是以 最后还是婚姻 最后以分手而收场 那不得已的话 就是我 那一年是我来台湾的第五年头 带着女儿 第一是女儿才9岁嘛 身上和仅存的五万块台币 开启了我们的第一 第一 第一创业 就是白手起家的创业生活 那就是为了就是也谋生嘛 那也为了也是在贵人的帮助之下 那就是走入了 也为了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生活 就是说走进了传统市场 卖了卖起了莲纸汤 那真的是那因为刚开始创业初期 真的是一段艰苦的历程 因为那时候我住在岡山 我做生意还要从岡山开车来到高雄 真的是开车开得很不好 然后每次上到高雄公路 好像都下不来的那种感觉 胆战心急的就是每天 然后台语也听不太懂 后来因为那时候是差不多十八年前 台语那就认真学台语 后来我们的甜汤也从刚开始最初的 三五种的产品 那后来就是一直在做研发 也从汤品的甜度啊 口感啊 体类啊 组合方式啊 一直在做调整 后来真的是就是 辜负辜有些人嘛 得到客户 得到就是很多的顾客的喜欢 常常客人就是给我很多很多的鼓励 真的我喜欢台湾人的热情 那或许当初的艰难的困苦 都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很多的贵人 都是台湾人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当初台湾的热情 我们才愿意留在台湾这里 那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喜欢台湾这块土地了 他也愿意在这边扎根从头就起 然后后来呢 经过就是说 我们从最开始的五种三五种 后来我们就是因为为了得到 更多的客户的顾客的喜欢 我们就不断的调整 平类 那从后来五六种的产品 增加到十几种 那也是从甜度啊 各方面迎合 也为了增加收软 也为了就是客人每次都是很期待 因为我们那时候 我们在市场摆摊 我们就是一个市场 两个市场可能排两三天 那客人就是常常都说 你怎么不天天来 或者说你要一定要来啊 你的时间一定要来啊 所以那时候就是真的深深的感动 就是说也为了客人的等待和期盼嘛 我不管刮风下雨或是台风天 我都会出现在市场 那客人呢也就是真的是很疼场 每次我到的时候 他们也都会一定会来 就这样子 晶晶爷爷工作差不多十八年 但是在五年前吧 我真的就是 因为我们工作室的时数有点长 然后早上三天有时候起来 那可能五六点就出门 做生意到一点多 到家可能两点 然后短暂休息再准备隔天的东西 所以真的是做了十几年之后 五年前我的身体就是出现状况 比如护士疏疏 然后筋脉曲章啊 然后喂食刀逆流 反正是做食品类的人 他可能都有这种症状 因为就是可能一年时啊 也没办法按时吃饭 然后公社时数也长 有的时候在市场工作一站 就是几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 后来我真的就是一直跑医院跑诊所 那医生也常常告急 就是说你要休息 那我们这时候腰也常常脱臼 所以就是说医生说 你只要休息了 可能这些症状就会改善 后来我休息真的是萌生想要退休 因为做了十几年孩子慢慢长大 后来想到真的客人他们的期盼 我觉得真的不忍心 而且我也真的是喜欢上 跟客人那种互动的感觉 所以后来呢就是因为好朋友啊 从美国介绍这个安道的这个天然食品 那我就认真去去调理 调理呢一段时间我的臭骨神经痛 半夜不会痛了 然后我的手不会再麻了 然后静脉区上各方面 就是真的大大的改善 后来我把这个安道美国天然食品也引进来台湾 在四年前 那今年就是会来这边分工设计设计 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很多人都有这样的 这样那样的病痛 我认为觉得好的东西是需要分享 需要引进 所以我也创办了这次安道台湾科技的推广 那个创始团队 那我们的品牌故事 一杯莲子汤养护一个家 撑起一片天 这个是我的客人给我的评价 那我们的客人常常就说 哎你的产品你们的东西真好吃 全东西最好吃的 我说你这样太夸张了 我这个人都是很谦虚 我觉得就是说 真的是在市场工作就是战战兢兢的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从来都是觉得 我们的产品还需要再加强再加强 那今年呢我就 今年呢我们就也萌生了 就是说开店的想法 所以年初的时候就去找了店面 但是呢就是在早店的过程中呢就是在 春节之后就发生了世界公会的一个事件 变成新冠病毒的可怕 让我暂时把这个想法就搁置了 所以后来但是我们当时就转耳进入网络行销 我们就设立了自己的品牌 我们叫莲子轩 因为莲子在本草纲目他就有记载他的养生价值是非常大的 他对心脏 肾脏还有骨指啊还有精力啊 还有胃啊脾胃都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就把莲子灌入我们的名称 我们叫莲子 那轩呢就是气宇宣扬 那有尊敬敬重和敬业的意思 所以我们的名字就最后我们就叫莲子轩故法 那未来我们的发展趋势就是说 我们会希望往天然食品去发展 因为我们的产品是不添加食物食品添加剂的 坚持就是说天然原始制作 带给大家安心的健康的美味和美食饮品 那我们未来我们希望还是继续经营网络行销 扩大行销那也做一些群聚啊 包括我们也跟余老师在上课啊 余老师也跟我们上了好几节课 那我们也再去对再去学习 那未来呢我们可能会往中央厨房 或者是就是连锁事业去作为我们的目标去发展 这是我们的我们的社会公益 我们未来会想要增加更多的社会公益 因为就像我们当初我自己也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遇到很多的贵人 我也愿意把我们我自己的有限 虽然是很有限但是我愿意去付出 去多尽所自己所能力去多做一些社会贡献 那我们未来会提供银法处的一些 比如社区的辅导啊 健康辅导啊一些支柱啊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还会持续的做一些健康天然推广的那个健康的公益活动 那我们也会参与陆配的姐妹的就业辅导 或者是尽量尽所能力的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是我们的联络方式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那个本日里面就找到我们的 我们的就是LINE的后台还有粉丝专业 那我们的电话都在上面 我们的名书里面都有 最后我想要用最后一句话来 也是我最想要跟我们新一名姐妹们最想分享的一句话 就是来接受我今天的分享 那就是付出爱收获爱 当你又善良去面对世界的时候 请相信世界也会满怀善意的去回应你 最后谢谢大家感谢你们 非常感谢那个玉衡精彩的分享 其实就如同他人意又温柔又美丽